我们来看到对于第一集的这个定义 邱国正怎么说的 他在今天接受访问 他就说不要再讲了 睡都睡不好 强调不期望任何事发生 但是军人要料敌从宽 也说国军已经是更改了第一集的界定 那么从佩洛西访台之后明确的执行 强调第一集的要件 无人机越界就打掉 界定清楚我来扛责 那么早就定定了叫战准则 为了就是国军能够来应对 无人机等突发的状况 不可能是基层来层层的警示 那么否则过去早就已经会来不及处置 这样的状况 那么同时也被问到了 那么中共空飘气球 如果降至范围之内 地面部队会击毁 还有最近有很多人传说很担心 是不是把小孩赶快送出国 他说要出国他没有意见 杰大师 他也挡不住 因为跑出国都是绿色的这些支持者 搞不好那你现在赖清德的儿子 也已经出国了 他还没打他就出国了 那他说如果有打仗的时候要回来 那我们谁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怎么敢讲呢 他有意见的话 那说实话 我们认为现在这个金门吃紧的话 那个黑熊部队就应该去前面 去先准备一下了 在那边设一个怎么样 设一个工作站 他们也是要去怎么 要去包扎伤患嘛 对不对 也有可以用武之地啦 对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邱国正 你的八千说要开炮 八千要开炮 那八千我就已经建议他先去那边 大胆大胆 我们公费把它盖个房子 让他去租 允许他公然含税 对 那这个我觉得邱国正在这个时机 讲这个话 他如果没有足够的授权 他是不太敢讲 因为这个就刚刚讲讲这个第一级 因为民进党曾经公开讲过是自卫反击 对自卫反击后来讲第一级 可是第一级从来没有明确的界定 那现在说要见变了 对可是今天我认为他这个说法又收回来了 就在那边收收放放 他昨天讲你超越了规矩 什么叫规矩 越了规矩 我就要把它击落 对结果今天讲的搞了半天好像是打无人机 对 还有打气球 那战斗机包括 他说他没说战斗机 他说实体 如果有实体 我们就把那个实体击落 搞了那天实体又变成这个 反反复复 当然你可以说就是说你可以不把底牌露出来 可是呢 到底前线官兵要怎么处置 到底还是要看你定的规则 对不对 你给那个前线的这些战地指挥官 你给他多大的多大的这个好所谓的滞留财唐公圈 谁敢随便开枪啊 随便开枪 有的时候在战时回过头来会脑袋都掉了 被枪毙了 对不对 那你要给人家一个明确的规则 你现在明确规则怎么定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马上挑战就来了 大陆已经讲了没有什么禁制水域了 那今天把你大二感跟小金门之间这个地方好 我重新变成好 我每天都要船都走 而且那个是国际航道 国际航线我就开放了 走的不只是大陆船 这里是中国的内水 中国内水啊 它是国际航线可以走啊 它可以走啊 你今天美国的船也可以走啊 韩国的船也可以走啊 内水需要当国家同意 那他就同意啊 他就同意你走啊 对这就是我开放这个航道啊 两岸都有同意权 对他就航道 那今天开放一个第三国船 我们的守军要不要开枪 我们不是禁制水域吗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过去也没讲得很清楚 那现在就是慢慢挑战 现在昨天那个陈玉珍他已经都在要厘清很多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金门还有四十个渔民呢 他们现在就就在说是说 如果说他们碰到大陆的麻烦 我们的这个什么 我们的海警船现在还互不互航啊 然后大陆的渔船现在越界 传统的过去的界 那你现在这些啊 这些如果大陆的海警船 他来互渔 那我们的海警 我们的海警跟我们的海巡跟大陆海警 那怎么样一个处置 这都是都是很都是都是很 灰色的地带 现在都搞不清楚啊 那大陆现在就是说挖泥船进来了 那你开不开枪 对不对 你开不开枪 那你那个大二胆的守军是不是要要开枪 那当然当然现在这个就是第一个考验啊 可是我觉得就国际观瞻来讲的话 大家会发觉啊 原来我们在厦门湾里有这么一个岛 原来跟中国大陆关系这么密切 然后在里面在厦门湾里打起来了 那你说国际怎么看 国际怎么看 对才会研究一下两岸的历史 不是像民进党来讲的一样 两个什么敌国啊 两个是互不往来的 这里面历史因素非常复杂啊 对不对 你现在这一道画 这一道线 你的禁止水域这样子画 说实话 我觉得以力量的这种抗衡来讲 这道禁止水域 真的是在默契之下 还是是在大陆的 默认之下让你存在的 以论实力来讲的话 你说将来你说你的海巡船在那个地方 他把你这个外面一围 禁止水域外里面 我就开始领检所有的船 尤其是运游船不让你进去 那你那个 我们那个海警船啊 我们的海巡署的船 还跑得动吗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在那边三千守军的 这些良响弹药 他在外面给你 他在外面不让你进去啊 然后甚至 他不让你飞机到我们的金门的机场降落 对不对 那他就说啊 你进之水域我就让我不进去啊 可是你进入我外面 我外面给你大高热 不让你进金门啊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东西啊 不但的升高 有各种不同的情境啊 那就是说 你要把事情往上升高的话 那是可以让金门啊 怎么讲呢 就变成一个孤岛 我认为 我以前在金门 我不像立将军是司令级的 我那时候小兵啊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在油料中心当少尉啊 我们金门的油都是台湾用运油产运来的啊 对对 我们那时候在扛油管啊 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码头 鱼油产运来 然后我们就要输油啊 金门的油就在我们的油料中心 几个大桶子装的啊 对不对 那你他一个月把你倒的 我别的船让你进来 可是运油船不离进来 所以就会变成像立将军刚刚讲的 这个可能会变成一个 仁爱修模式 是 你怎么办 因为中华民国的领海基线 我们并没有公布金门跟马祖 我们只有公布台湾跟澎湖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基线 他是把金门马祖 划在领海基线的内侧 现在问题在这儿哦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要落实 他的领海政策 他就认为金门马祖是他的 对 就在领海基线内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水道 他都可以用 然后那个无害通过就是 那个他的内水 如果外国的船舶要使用 就要他的同意 那要认定你是无害通过 就是这样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更好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